回到来自星星美食 有我主持 陈俊卫 刚才我一直都在说斯里兰卡的吃买玩 其实斯里兰卡的风景是比较多元化的 而我们今次的旅行团本身都真的 上山落海、度假村、佛子、参观树林、野生动物 什么都齐了 所以算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行程 很多东西讲不完 看看今天能不能讲完 刚才我应该在介绍这个什么呢 先看看 去了这个超市买东西 买完东西 喝完咖啡之后 我们就要向这个新的地方出发 这个地方叫做Lulara 中文叫做鲁玉勒埃尼耶 其实中文还脱咳 我们看回继续的图片 话说Lulara 其实是一个英国当年刻意栽培的一个高山区的茶园区 我记得应该当时英国殖民地统治这些东西 周围四出去东方搜导物料 除了香料之外就是茶叶 当然他也有向中国买茶叶 但另一方面因为都觉得自己要去陪席茶叶 所以刻意在自己的领土之下就是斯里兰卡 就特别在这个茶园区 Lulara 这个高山区 特别去开垢石蓝红茶区域 种很多红茶 供应给自己的需要 而从此Lulara 这个地方 就成为一个著名的石蓝红茶区 也都是著名的Lip to Britain 小英国的区域 现在所见的就是我们沿路停车的地方 你会看到是特别高处的地方 当时我想我们都已经去到海币1000米左右 看上去的环境的确是非常漂亮的 随便拍照也会看到有山林 有峡谷 空气也非常好 下一张照片会看到什么呢 沿路就会不断在那儿上山 由0米到1000米到2000米上 沿路的山区路就不断转转 打转走 话说周围也有很多档口卖不同的东西 有些是卖食 有些是卖花 有些是卖水果 蔬菜 我最初遇到这个年轻人 他是在卖花 怎料駕车不断沿路地转一转一转 那道友就和我们说 你转眼间就会见到这个年轻人 我说又看到他 原来他是包叉捷径 爬着山去第二条马路的位置 就折我们的车 再经过了我们也不想买花 接着导游跟他说你会再见到他 谁知他又再包叉山路 他真的是徒手爬山 琴上另一条山路折我们 折了第五次 我们所有的团友都心软 就说不如停车 帮他买花 因为虽然我们不需要花 但你看到一个年轻人 为了卖得出他的花 而愿意不断徒手爬山 去快过车的速度 去包叉我们 我也无话可说 接着我们停车 这个就是个年轻人 这个速花其实比较贵 以当地来说是4000的奴币 4000奴币其实是 近100港币左右 其实以当地的东西来说 我觉得这个价钱确实很贵 版明做游客生意 大家都有点缺步 还有最重要是买花之后 不知道放在哪里 最后我们就说不如这样 我们给一千奴币给他 就当是鼓励了 但给完他之后 他又不想这样 他这个人也有点骨气 虽然说给一千奴币给他 他不用购买花 但他也不想不劳而获 于是就在花里面 拿回四份一份的花给我们 就换取这个一千奴币 我觉得这个人做人 真的很有骨气 而且他真的 用他自己双手双脚去赚钱 所以我也是表示佩服的 在这里也特别 就是要表扬一下这个 这么努力的摊贩 然后下一张照片 就是沿路 因为越上高的高山 越发觉越来越多菜档 和水果档 我们也好奇说 这些菜档 那些菜是否真的在高山地方种的 导游说是的 一定是的 于是我们就说 不如我们去到茶园之前 就下车去菜园 看看有什么蔬菜 可以看一下 甚至有什么水果可以买就买 下一张照片 就会看到当地的高山菜 这个是海拔一千至二千米种的 这个地方我想土壤非常漂亮 所以蔬菜是很漂亮的 你看到红椒、青椒、黄椒都很漂亮 还有萝卜、甘筍都很漂亮 也有很多的净类的食品 的菜式 下一张照片 你会看到我躲在一堆菜后面 那堆菜其实应该是一些沙律菜 即是玻璃、生菜 那些菜真的漂亮得爆 我想它也供应给很多不同的餐厅、酒店 来做沙律菜 非常漂亮 所以忍不住跟蔬菜合照 下一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的团友之一 看到他的样子就知道是谁了 他就决定要买一堆甘筍回去 其实甘筍是可以当小吃吃的 洗干净之后 我又觉得必须要试一下高山菜 因为天然栽种 所以导游都说很放心可以食用的 洗一洗就可以吃的了 下一张照片我就忍不住了 因为看到很漂亮的 叫做毛青 小萝卜我忍不住 因为我在日本就很喜欢吃这些毛青的东西 原来来到这里 原来全年四季都应该有这些毛青出产 所以看到它种得这么漂亮 都忍不住拍照 虽然这些毛青我最后是没有买的 我买些什么呢 除了甘筍之外 下一张照片就是它的士多啤梨 全部高山种 是不是很天然的 如果你在超市看到的日本 或者韩国的士多啤梨 甚至在大陆买的那些 通常那些一色一样 全部一样样 牙齿是一样的 有些可能因为温室种 又或者下很多农药 才种到一模一样的 但是高山种的 如果你是天然的 通常都岩蚱一点 大小不同 还有色泽都会叹痴一点 那就表示天然 虽然那士多啤梨不贵的 虽然大家吃完之后都嫌酸 但是我吃的时候就觉得 它那种 它当然是没有那么甜 那么偏酸的 但另一方面 它吃得出的味道很天然 即是连酸的都是温柔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好了 接着下一张照片 就去到我指定的茶园了 其实当地这个区域 在这个山边有很多很多茶区茶厂的 那我就指定要去Petro这间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间是历史悠久的 我看一下下一张照片 它有一个很大的石牌就展示 这个地方就是海拔1910米的 那真的非常高山区 我想也算是他们这一区其中最高的了 那在这边高山区种的茶叶 当然就最漂亮了 而且这个茶园是在1875年成立的 其实是其中一间最古老的茶园之一 所以这里的茶种得特别漂亮的 我本身都是在十几二十年前来过这里 我记得当时买了一只叫Lover's Lips的茶 味道是很难忘的 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那些红茶 可能是Lipton那些 或者是茶餐厅那些 一冲就好像墨汁那样 但是高山的红茶就冲出来是淡的啡色 是有点像红宝石的那种色彩的 是很漂亮的 而且茶味是很温柔的 我很记得这种茶味道 后来我去到法国某些茶馆 发觉这些茶原来冲一壶 就是少少地给5至10克给你 原来都应该过了10欧元的了 所以觉得你这里买茶叶 顺利来参观就应该是一个难忘经验 下一张照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牌 写着Lover's Leave 其实Lover's Leave应该是他们区 这个山区其中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就是刚刚种这个茶叶 做得特别好的 所以因此如果你譬如上网查 Lover's Leave这个红茶 那价钱相对于其他红茶都是特别贵的 下一张照我们当时就会参观这个茶厂 那我们刚刚就骑劫了一团欧洲人 欧美人士的参观 那马上加进了 那就有当地的服务员 还讲英文介绍这个茶园的 下一张照你会看到 那他拿去的茶叶呢 通常他都会介绍就是说前面最尖的 就是最乱的茶叶 而周围的位置那些粗生一点的茶叶 有可能是低级一点的 低级一点的 那他会介绍得很清楚的 那其实这些资料呢 你Google都找到的 不过呢 有时你亲身见的时候 亲身听的时候 你印象又会深一点 那接着下一张照 就会讲他控茶 卷茶这些步骤的 其实在茶所里面是不能拍照的 这次我偷偷偷拍照 就给大家看的 所以大家应该要表扬一下我的努力 和认真的 下张照麻烦 亦都是偷拍的 那就是他的茶厂在那里控茶 那有很多种不同的茶粉 茶碎 茶叶在那里控制的 那话说当时都下午四点多了 那他的工厂都继续运作的 据说他甚至有些位置 他们要24小时运作 所以任何时间都有人在做些茶的 那再看下一张照 麻烦 接着就会有些茶的sample 给大家看 那如果你看这个左上角最高OP 就是orange pickle 就是这些叫做 就是最橙尖的树叶里面 就是最尖尖的位置 曬干了之后 变成橙色的部分 就是最漂亮的茶叶 那那个石蓝红茶最贵就是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看下方第三排 它有些写着 先看一下 有没有B字头 有中间写着BOP 就是Broken Orange Pickle 那B字头Broken的意思就是茶碎 相对之后就没有那么名贵 其实根据当地人所说 越名贵而冲出来越南宝石 味道最轻盈的红茶 就不需要加糖和加奶了 基本上可以加蜜糖去喝的 但是淨饮最好 反而便宜的红茶冲出来 就是蜜汁那些 就可以用来加糖加奶去喝 所以如果买漂亮的红茶 大家就静喝就已经是最适合的了 那参观完之后 下一张照片就是当地有个姐姐 就冲了一些红茶给我们 下一张照 麻烦 你会见到当地人很多 头额头的位置会放了一粒红色红点 其实当地很多都是印度人 话说是因为当时英国 刻意栽培这个地方成为茶园 所以由印度带了很多人过来去做开狠 所以世世代代都有很多印度人 在这里工作生活 而他的下代都是在茶园工作 变成当地很多印度教人士在这里工作 相对之下少了佛教徒 下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当时 慢慢欣赏这个茶 各位团友都品尝那个茶 其实他冲给我们的茶 都是Brocken Orange Pickle 不是高级茶 是茶水冲出来的茶 而是最普遍我们大家会喝到的茶 有些人可能觉得稠一点 有些人喝出来觉得挺好 就视乎你的口味 我觉得当地炮出来的茶 虽然单龄会重一点 但喝出来有个味道真的挺好的 再看下一张照片 因为周围高山区的环境很漂亮 所以大家都忍不住站在这个位置拍照 然后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终于我今次就时间十几二十年再次在这个茶区 再次在这个茶园 这个茶厂买回这个Lover's Leaf的茶叶 话说我十几二十年前买是港币13元一盒 现在是港币125元一盒 那就贵了10倍了 根据我所了解 其实因为现在施兰卡的旅游业 就比以前蓬勃了 所以就算去茶园里面买的茶叶 可能它都是给你游客价值的 是偏向贵的 但当然了 其实买一盒漂亮的茶 这个份量如果一百二十几元都OK 其实如果你去到英国的著名的食品店买的话 分分钟可能是二百多元一盒 所以你这样想法的话 加上参观了茶园就觉得OK 后面你会看到张照 那个茶的颜色偏金黄色的话 就是这种Lover's Leaf 这种贵的茶冲出来的颜色 就不会很深的 茶味非常清淡很漂亮的 接着再看下一张照 参观完之后 我们回到Lulalitia 就是Lulalitia Lulalitia 这个地方的市中心去看一看 因为我们的酒店都是附近 其实这个区域作为一个茶区 这个市中心虽然很小 但也挺蓬勃 一来有很多游客 二来很多街巷都很值得去走 而且任何地方都会看到佛像 有大有小 再看下一张照 有很多店铺 卖很多东西 有玩具 下一张照也会看到 它有一个超过一百年的英国式游政局 这是一个历史文物 实际上这个镇里面有很多历史文物 都是英国式的地方的建筑 超过一百年 很值得慢慢去欣赏一下 下一张照就会看到有英式游筒 下一张照就是市中心广场 居然在黄昏期间 原来是一个旧书摊 可以买到很多旧书 下一张照我就看到有很多当地的漫画 其实我很想买几本来看一下 但是因为没有时间 大家因为一直向前行街 没有时间停下这个旧书摊 慢慢揭一下 其实我看到漫画的封面都挺漂亮 都想买来做纪念的 再看下一张照 就是周边有很多印度和斯里兰卡小食 很多人排队购买的 其实我也很想试试当地的街边小食 因为斯里兰卡都是干净 印度很多的 所以随街吃东西喝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放心 这一组照里面最后一张照就是下一张 通常整班男人围买在一起 在铁笼里面 其实就是买酒 通常买酒的店铺 就是整个铁笼的架困住了 就是因为很多人喝醉会不会闹事 所以通常都是这样的 这都是他们的特色之一